大家好 我是Jacky 今天來分享一下 這台680 三角翼 搭配這顆接收 F82DA的接收器 那 F82DA這顆接收器 之前大家有團購 那他目前知道就是 使用SBUS或PPM的模式是OK的 唯一就是那個PWM 所謂的傳統的訊號 就是PWM接墮機 接電便的部分有問題 因為墮機需要供電 那墮機也有新舊款的問題 所以造成接收器會有一些狀況 那如果你使用SBUS或者是PPM 那沒有問題 唯一就是不可以使用PWM 因為你也不敢確定你的墮機 是新款或舊款 因為新舊款的持電壓是不一樣 那讓這個接收器產生一些問題 那我就不太建議大家使用 這顆的PWM的部分的功能 那PPA SBUS大家目前測試起來都OK 那首先對頻部分 應該不用特別強調 就是你把它短節器接在這邊 好 倒數第二個 這邊你會看到倒數第二個 那把它擦好之後 送電 那遙控器用 那個FORCE GUIDE的D8模式 來對頻就可以了 那對完頻之後 你因為像我們這台三角翼子 吃所謂的SBUS的訊號 那你需要短接在通道的D7567 這邊有紅色的小字 大家應該稍微注意看一下就知道 就短接 以下5跟7 JUMP的部分把它短接就好 那你就一樣可以在最後這個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SBUS 它有標明 那字 它大家稍微注意看一下字 那訊號線是在最上面 那下面是D線 所以不要插錯 那這顆 對頻方式還有SBUS的使用 大概講解一下 所以你使用SBUS PPM 的模式是沒有問題的 那PWM的部分 是因為墮機的關係 所以不建議使用 等改天它應該會再改版 再改版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那我們講完接收器的部分來講 遙控器 那你要使用這台三角翼 首先你一樣開一個新的模型 新的模型開好以後呢 下一頁 那對頻 剛才前面有講D8模式 1-8000 好 那對頻 那我們再選下一頁 其他都用預設值 不需要特別改 只有所謂的 這個部分 就輸出的部分 就是 你像我的預設值是AETR 一般都是AETR的 那Channel 5的部分 是所謂的模式 我設在SE 就是我左邊上面這個開關 三段開關 設為模式開關 那打在最下面 就是所謂的 新 新手 新手模式 那中間 說明書上面是 它也沒有說明書啊 它寫是手動 那第三段是禁忌 那一般我們只會用到 預設的新手模式 這個是最容易起飛的 好 那 在第七通道的部分 第七通道就是所謂的 解鎖開關 齁 我是設在左上角這個 兩段式 兩段式的解鎖開關 SF 齁 這個就是解鎖開關 這個部分我設在這裡 這個兩段開關 接鎖 好 那其他部分我 都用預設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 這個部分 三角翼的 好 那它廢控是裝在裡面 所以你也不用去管它 它本身就有一個杜邦線的輸出 跟 接頭我是改過 因為我有接圖傳 那我也用XT30 所以有改過 那我就建議塗傳攝影機的點 這個部分 那攝影機因為 攝影機我建議就是 看你自己的需求 它因為它這邊不好挖洞 然後需要的很小顆 所以我沒有用它 因為我用的是 類似那種微語言小顆的攝影鏡頭 把熱熔膠塗上去 然後那個波線膠再貼一貼就好了 那圖傳的部分也一樣 因為圖傳的部分 我下面是用熱熔膠 熱熔膠把它點住 就好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測試 所以 我先把圖傳的電 拔掉 那另外 剛才我們講到 S-BUS的部分 就是短接 5跟7 Jump插在這邊 就 這邊就S-BUS的輸出 那訊號線 它有一個渡方線 訊號線是在最上面 接收器 橘色這一條 接收器的上面 這個應該 大概只要有玩過多走 或者 都知道 好 訊號 然後 中間是電源 然後下面是地線 好 這樣插好以後 來 我們現在再來就是需要 記得 這個 這台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 你要送電之前 你要先把它放成水平狀態 水平 就是找平一點的地方 再給電 那遙控器我已經先開了 好 那等一下大家注意聽一下 聲音 電便的音樂 我現在送電 好 它這時候自檢 那電便已經都叫完了 表示我那個 那個 那個 第七通道的 那個 安全開關 是設 需要設反向 因為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我並沒有把它 解開 還在下面 那我先把它設反向 那反向的部分 在第七道 第七通道的部分 把它設反向 好 這樣就沒有解鎖 好 那我往上 往上打 它才解鎖 好 這個就是解鎖 跟不解鎖 解鎖的時候 是電便會叫 那你只要 校正都校正好的時候 你就先解鎖 然後油門推高 超過 七八層之後 七至八層之後 你就會覺得 東西很足 只要手放開 它就起飛了 不需要刻意丟 好 那我們來 我現在目前這樣OK OK之後呢 我們要來檢查 你的舵機 舵面對不對 所謂的舵機舵面 好 因為我是日本手 我需要打 複翼 複翼打左 左邊就是要翹起來 看一下 嗯 地方不夠大 好 打左翹左 那 右邊就是相對往下 那我打右 打右 右邊翹起來 好 這樣我的負翼是對的 動作是對的 好 再來我要看我的升降 升降 你是往下拉的時候 是 要讓它往上伸 才對 欸 它升降 升降反向呢 有沒有 它是往下的 不對 對 升降的部分 往下拉它要往上 所以這個應該是在2或1 把它反過來就好了 那 我記得應該是2 2 的部分 好 2的部分把它射反向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拉升降 我拉升降 有沒有翹起來 兩邊都要翹起來 注意看 升降的意思就是兩邊翹起來 好 那往上推它就往下 好 這個是 如果你 你沒玩過固定翹 你要特別注意 你要特別注意就是 深度往下拉 好 這兩邊會往上翹 那是不對 所以我把它反向射一下就好了 那 再來一點 這些基本檢查都檢查過之後 咧 再來就是它官方說的水平效震 陳雲效震咧 盒子裡面應該有一個 黑色或白色這一塊 那 你就是 好 你就是把它墊高 你把它墊高 這邊墊高 那大家會看到 這邊預留的攝影鏡頭的圓圈 下面有一個 幅度 一個小小的幅度 那它官方是說 拿尺量7公分 拿尺量7公分 那我拿一個尺 我看一下 這樣太高 可能大家看不是很清楚 反正你記得那個 尺的7公分是剛好在這個 這個幅度這裡 好 這時候是7公分 好啦 現在7公分 好 它 你前面的動作都對的時候 你才能 你的墮肌方向都對了 以後 你可以來做水平效震 這個 這時候我要來做水平效震 等一下大家注意看一下 齁 來量好7公分 好 對好這個位置 7公分 好 好了以後咧 來注意看 拿出你的遙控器 拿出你的遙控器 來這樣 往兩側 打 好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水平效震成功了 它會自動動兩下 就登登 就好了 這個就是水平效震 那記得這邊要離7公分 然後搖桿 兩隻搖桿 兩隻搖桿 拿 打到 最下方的 好 邊邊 這邊 這邊也一樣 如果你發現你沒有辦法水平效震 表示你前面的那個伺服器一定有一個是反向 好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你沒有特別注意 你就不知道多面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辦法完成水平效震 那水平效震好了以後咧 再來就是 那個所謂電磁重心的部分 因為我把樹 它原本附的那個紅色的 樹那個電磁的 我把它拿掉 因為我不喜歡紅色 我換上我自己的 那它的重心點在 重心點的部分 你再看 它這邊有一顆螺絲 那有尖尖的 那你對過來這邊有一個 就水平對過來 那重心點是在這裡 好 它下面有兩顆 因為我可能 這樣子好了 這邊 好 這邊是它的重心點 那所以你要找水平過來大概位置 那 大概位置 好 水平過來大概位置 那看 看你的電磁的位置對不對 好 你像我 因為我還有配上攝影機 你就大概抓一下就是 好不要往前傾 往前傾 就是表示你電磁要往後移 電磁太重 重心點不對 所以這個位置大概抓一下啦 就是 大概就是以這邊為基準 那我建議是用30 860的 那剛好是在 你的那個束帶的 這個 這個位置 就是 就是所謂的 電變效陣 就是油門的高低點 效準 差一點點忘記 不好意思 對 還要做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 那個 高低點 效陣 那如何設 油門的高低點 好 油門的高低點 請先解鎖 好 解鎖開關線打開 那油門 我是日本手 所以 右邊油門推到最高 這時候送點 便便效準 好 就是到時候你起飛的時候 你的 他要效準你的 油門高低點 這時候送點 好 拉下來 好 那完成音了 聽完了之後 好 把它 重新送點 那我開關一樣把它 打回去 加速 這預防萬一 不小心就碰到油門 A級就飛出去 所以 設計還不錯 那我 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重新送點 那大家 嗯 就是前面都設定好之後 好 記得就是 模式開關 是在 這個所謂的 新手模式 不要解鎖 還沒解鎖之前 好 那還沒解鎖之前 機器 機器一定要 盡量放 找平一點地方 好 送點 讓它自檢 好 這樣就自檢 好了 那沒有電片 電片的完成 我只要 解鎖開關 打開它才會自檢 就是 所謂的解鎖 你才可以 推油門 這時候你推油門都沒有用 這時候你推油門都沒有用 好 它不會起到 那你要先解鎖 那你會發現它 欸 為什麼翹起來 那你都不用管它 不用在意它 這時候你推油門的時候才會有感覺 好 會動 好 這時候會動的時候你就推一點點 你順便關 遙控器看看 看會不會馬達停住 這是所謂的安 那種 所謂的失控保護 好 我的會停住 表示我的 失控保護是有作用的 就 例如你 NO控的時候 訊號不好 斷訊號不好 斷訊號 它這時候馬達就不會轉 一般的固定翼的設定是這樣 那如果你 你不能這樣的話 那麻煩 就關控的時候 它馬達還在轉 或者是急加速 那 因為可能是因為你前面撐喔 那通道設定沒有設定好的時候 所以那個失控保護並沒有整個完成 那我建議就是你現在都設定好了 那你就 那個 重新對平一下就可以了 這問題不大 好 那所以 我大概再稍微 特別強調一點就是 電變效準我也做了 水平效怎樣 水平效準要先做 再做電變效準 好 電變的高低位 那做好以後咧 模式都確定對了 好 好 那模式 來我們 要再緊身一點就是 我的Channel 5是在最低位 看一下 我的Channel 5的開關 這個就是新手開關 如果你萬一你的是 它數字是 最高點 那麻煩請設反向 要在最低點 這個才是新手模式 好 如果你沒有設反向回來的話 在最低點 那你可能就是所謂的 經濟模式 其他模式 它飛起來就是 很敏感 不適合一般 剛入門的人 好 那 大概 這樣設定 都很簡單 好 小細節我也都跟大家說明 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講面的問題 講面看起來就是我們多軸的順轉 順講 好 那事實上你從這個方向看起來 就變成膩 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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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好 不是從後面看 因為有時候會搞混掉 好 所以看起來是 多軸的正轉 順 順轉的講 順的講 不是反講 順的講 那因為你要自炒前面 他是這樣轉 好 順時鐘轉的 所以你從後面看起來 好像是逆轉 好 所以 你從機頭看還是哪邊看 你要特別注意 記得講面 再次提醒大家 他是多軸的 順 順時鐘的講面 好 那你要 自炒前面 自炒前面 因為他這個馬達就是這樣轉 好 所以你要裝順 順轉的講 你不要從後面看 如果你 你把講面裝反了 你也是飛不起來 如果你裝成這樣 是飛不起來 好 像是沒有力的 所以他是自炒前面 好 那你 記得螺絲鎖緊 一定要鎖緊 他還是這樣轉的 好 正轉 從機頭 看過去是正轉 好 謝謝大家